回到区位现场带来关系的是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 王永在 他们当初呢从台塑四宝的股票4亿美元 透过转成这个海景信托 那么最后大约是6000亿台币这个家产 留在海外这个增产风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是如今有一段神秘的对话曝光了 11年前台塑老陈揭入了台塑集团的逃税搬钱数 特别是找来像是员工亲戚这些人来当人头股东借此结税 好 鲜少在镜头前谈论家产的王永庆长子王文阳 他也相当罕见的录制了一段影片 他强调说自己呢并不是要增加产 而是希望政府可以把这些海外的钱追回来 扣掉这些年打官司的费用将全数捐作公益 大家好 我是王文阳 为了这个我父亲跟我叔叔在国外的一些所谓的信托 花了很多的心力 非常累 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长子王文阳 鲜少在媒体前谈论家产 这回罕见录影片诉说心声 表达这几年来追查父亲和叔叔王永在国外的信托遗产追得很累 神秘的海外六千亿总让外界对王家遗产风波有如雾里看花 如今台塑老陈洪文雄的对话曝光揭露金银之神的海外搬钱数 原来海外千亿资产是台塑长期逃税的成果 潘朵拉的盒子终于被打开 台塑老帐房洪文雄十一年前还在世时曾与王文阳密谈 交代了海外信托的来龙去脉和信托结构 早在台塑成立前王永庆开设专场时 就用人头来当股东结税 规避高达百分之六十的所得税 亲戚老陈都被借来当人头 等到台塑时期财富更可观 为了避免分得的鼓励要缴百分之四十的所得税 王永庆利用赖比瑞亚的境外公司 秦氏万顺买进台塑三宝股票 如此一来只需扣百分之二十所得税 而境外公司在取得鼓励后 加码买进台塑关系企业的股票 借此钱滚钱累积庞大资产 王永庆奏事后这笔巨额遗产 就成为王家后代的争足焦点 这些钱是他们两个人赚的 应该是尊重他们一人才对 我并不是在争产 我根本就我真的讲 我生活很简单我也不需要 如果我们这个官司打赢 依照中华民国的法律分配 大部分是属于政府的 扣除我这几年把官司的费用 我全部建出来 难怪王文阳会说王家海外资产 大部分都是台湾政府的钱 这些投资美国台塑和中国电厂的资金 海外银根恐怕大多是从台湾政府税收 一点一滴搬出去的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